小张介绍,他委托的那个人姓唐,之前是美团平台的棋手,在今年9月28号之前,双方并不认识。 是那天晚上,就是我女朋友在美团上抢购了一部手机,然后刚好这笔订单是由美团指配她来跟我们配送的。 宁波银州区万达广场有家苹果授权店。 小张说,当时别的电商平台上,苹果13手机不太好买,她女朋友首先通过美团外卖,在这家店买了一部苹果13手机。 然后我说,能帮我买个两部手机吗?然后她说,可以。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在旁边看着她下单,等着这个手机送过来的。 那你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账号下单呢? 我自己账号,好像是点进去以后,它会显示一个限购产品吧。 限购产品?你之前买过了? 我之前买不买过都忘了。 现场用小张的美团账号购买苹果13手机的外卖,显示是可以购买的。 不过小张说,当时他自己的账号是买不了的。 后来我看到美团上面好像有,而且有那个就不同的颜色嘛,之前买的颜色是黑的白的,然后又出了,又有蓝色的。 然后我就跟他打电话,我说你能下的话,你就帮我买一下。 接下来就是聊天记录上面的内容了。 那不是他也买不了吗?如果说限购的话? 那我就不知道了,只是我把钱转过去,然后我跟他打电话确认了一下,他立马就说他自己购买成功了。 那你为什么要去找他呢?你身边朋友啊什么的,应该也都有的呀。 因为当时就没想到很多嘛,按理说找朋友应该更可靠一点。 那等于说你这一个晚上你是买了五部手机了? 嗯。 你买这么多,用来做什么的还是? 也没有什么做什么,就是新手机嘛,大家都要换的,然后就是跟家人啊什么的。 9月28号到9月29号中午11点,小张一共转给那名起手四部苹果13手机的钱,其他的钱算是辛苦费。 小张说,起手当他的面,下单的这两部,当晚就收到了,打电话委托的那两部一直没收到。 从双方第二天的聊天记录看,当小张问起那两部手机的问题,对方一开始说是填错了地址。 我问他地址在哪里,他说稍后发给我,结果那一整个下午都没有等到他给我发一个地址。 最终他告诉我,就是说手机摔破了,然后又在协调中,然后说他那个起手没钱,赔不到位,需要等。 联系到他们站长以后,他们站长提供的就是一个线索就是,那天他根本就没去上班,所以说他去协调这件事情,和这个外卖小哥摔破两部手机的事情都是假的。 记者跟小张一起找到了那名起手之前上班的外卖站点,一位负责人表示,那名起手已经不在这边工作了,这件事情属于那名起手和小张之间的私事跟站点无关。 关我们看不到吧,是吧,你来找我我也没用啊。 有没有什么送手机的小哥摔倒啊这种事啊? 这个我们知道,这里不是一个站点的位置,你也知道啊。 回去了之后呢,我到了宿舍之后,他打了个语音电话过来,他说你能不能再叫人帮我搞一谈? 我说我是这样跟他说的,我说我现在身上呢没有钱,咱俩又不熟,现在下单的话,要明天才能到,要隔一晚上,要不我就说,要不如果说你要买的话,等明天我下完班之后,咱们俩碰个面,然后再当面帮你买。 当事人唐先生在电话里说,当晚下单以后,第二天早上,小张又联系了他,让他帮忙再下一单,他就找朋友借了六千块钱,又找了一个陌生人下了单。 等到小张中午把钱转过来以后,自己就把这笔钱还给朋友了。 这个手机我也不知道在哪里,因为我写的,简写的收货人跟电话号码都是他自己的,包括他自己收没收到这个手机,我都不知道。 你后面两台都是不认识的,找到不认识的人下的单? 对啊,如果我找认识的话,我们站点就等于属于,那如果属于刷单啊,那我也没办法呀。 我没有留下电信方式啊,因为不是我买的手机,我只是负责赚五十块钱。 那你这个转账的记录有吗? 有啊,我当时都给警察看了,给派出所看了,然后他把我微信,他把我支付宝跟微信都举报了, 我支付宝那边好像现在都用不了。 方便把你的这个转账记录发到他的微信上吗? 这个事情给派出所那边看了,派出所那边看完之后,我跟他也说了,我说把那个转账记录全部给删了,我也没有说留这个截图什么的习惯。 至于之前跟小张说的填错地址,以及骑手摔倒的事情,唐先生这样解释。 因为我跟他不认识,我也想他能收到手机,你知道吗? 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,我就随便先想个办法,然后看晚上之前能不能给他把这个手机给他追回来。 然后但是到了晚上呢,他这边一直是,就等于是说又是报警啊,又是那个什么,那我肯定也就跟着他的,配合他的意思呀。 你的意思是那两个理由都是你编的了? 对。 唐先生说,之前在宁波中和派出所,民警给双方做了调解,自己愿意承担一部手机的损失,给小张打了6000块钱的欠条,但小张没同意。 小张认为,无论唐先生有没有委托别人下单购买手机,自己把钱转给对方,对方没有做好约定的事情,应该把两部手机的钱还回来。 我两次转账的转账给他,都是基于他已经成功锁单,就是我钱转过去,他马上就可以,嗯,就是,抢购成功的这样一个。 但是他发给你的这个截图里面是看不出来锁单的,只是说看到有货。 那当时宁,宁通话的时候,他跟我说他已经买到了。 让我先打开手机看,有没有货,那我肯定打开我自己的APP看啊。 你要搞清楚的一点啊,是我从来没有打过电话,主动打过电话,说,哎,你先,你转了6000块钱,我把你马上这里有手机,把你搞给他。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,也没有主动找过他。 我有人也不会跑,也不会干嘛,我也没有删他微信,也没有拉黑他手机号码,我说了,我可以配合他所有的事情,还要打官司,哎,那打,没关系,是吧。 小张打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。 1818黄青眼记住报道。